Hello,大家好,我是小龙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人,就是这位兄台 这个人,只要是大家玩西瓜视频和今日头条的 应该都听说过他,我们的网红大V,阿段 他目前现在在西瓜视频有60万的粉丝 然后据我了解,他好像是来西瓜视频是有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吸粉量特别的快,就是他之前是在富士康打工的一个打工仔 这了解他的人应该都知道,然后后来不经意间在别的一个平台 然后发视频,日常生活火了,之后因为某种原因 然后给封号了,封号以后,然后他就转到西瓜视频上来了 就是他自己也不会想到啊,那边一封,然后直接给他打开了一扇很大的窗户啊 就是给他关上了一扇窗,然后给他打开了一个很大的门 他在西瓜视频一年多的时间一跃而起 然后60万粉丝做得非常的成功 就是我们今天分析一下他拍短视频的话,一年究竟能赚多少钱啊 大家都知道啊 阿段前一段时间呢,他比较喜欢拍他那种流水照 就是说自己,然后这个月扣税扣了多少钱 然后发工资发了多少钱 然后就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吧 以这个,他这个视频举一个例子 他扣税6000多,3万多 然后大家可以想着大概是20%的税 然后呢,他还有很多视频提到啊 大家可以到时候去看一下 很多视频提到,他每个月有很多次扣税都是在2万块钱以上 就2万元以上 如果说他扣税能达到2万多元 将近3万元,一个月我记得是2万9啊 能达到3万元的时候 你可想而知,他那个提现的金额是在多少呢 对不对 他月收入拍,就不说别的啊 别的我们可能现在他应该是也 据我了解他没有搞别的呀 他就是在这个西瓜视频 接着头条抖音啊,在这来回的发视频啊 就西瓜视频单独一个 他月收入就已经达到了10万以上 10万以上 所以说这就是他吸粉比较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然后呢 他从去年过来 去年刚过来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高啊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 是他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疫情刚过的时候拍的 然后现在是将近10月份了 今天10月份了 所以说就是他的粉丝在增长 而且他的那个播放量也在增长 虽然说就在前一段时间他在老家盖房子 然后他的视频的质量以及播放有一点下滑 但是最近呢他又去了横店 然后他的播放量又上去了 就是比如说我们拿万次吧 据我了解啊,因为我也发视频啊 据我了解啊 如果是原创,这阿段肯定是原创 然后他签没签独家我不知道啊 他万次播放至少是在50到100之间 我们拿最低标准的50来算他的视频的话 他的视频每一个的平均视频大概都会在15万左右的播放量 就是平均下来啊 可能是他刚发上来的时候会有7万或者8万 但是时间拉长一点 就是过个一个月或者十几天的话 他基本上都会10万往上了啊 这样的话你可以算一下 15万的播放量 每万次是50算的话 就是500,500再加上个5,25,750 就是他如果说是 而且阿段很勤快啊 阿段他为什么火,人家火也是有原因的 他非常的勤快啊 一个小伙子非常的勤快 他每天可以保持两根 就是他在这么赚钱的情况下 他还可以保持两根 就是中午一个,晚上一个 他如果能每天频率保持两根 每一个视频700多或者800多 不一定 反正就是800左右的情况下 他一天的视频的播放量 就单独一个视频 西瓜视频来说的话 他就是在1500左右的一个收入 一天 10天就是15,000对吧 然后一个月就是45,000 这是按照最低的来算 就是按照他这个级别 然后最低的收入来算 就是四五万的收入 如果他在某一个视频再爆款 再爆出来 就比如说现在 大家看一下这条视频 就是他今日投票置顶的第一条视频 他在一个网吧吃烧烤 他在网吧一个吃烧烤 他中间没有说一句话 现在达到了90多万的播放 将近100万的播放 你看看这一个视频 他赚了多少钱 对吧 他非常的努力啊 应该是岁数不大 据我了解应该是在24岁左右 然后现在在家里也盖起了 就是我们说农村的那种别墅 然后也买了车 就是非常一个农村小伙 然后通过这个自媒体逆袭的一个 励志的一个人物啊 所以说我们应该也向他学习啊 他就是无论怎么说 他的视频几乎是没有断更的 从他拍视频的那一天起他 而且还有就是他的这个穿着打扮啊 他从来也不怎么在乎 我们从他视频中看到 他已经发了几百个视频了 也是很节省的一个小伙子啊 没有说是乱花钱那种的 有了钱以后乱花钱飘了啊 不是那种的 然后总结一下 他一个月就是比如说就单个月 他扣税三万的话 就是扣税两万九三万的话 他的一个月的总收入 大概就是在十二万左右啊 在十二三万左右 然后他如果保证这个趋势 就是不要违规犯错呀 或者就正常的 然后就这样更新视频的话 阿段的年收入 就目前来讲 他这个水平就是粉丝的 六十万基础的这个水平 他年收入应该会达到一百万左右啊 一百万左右 目前他现在也不怎么直播 他也不靠这个直播赚钱 然后他也不带货 他也不干嘛的 他也不炒作 他目前好像据我了解 就只有是西瓜视频 在给他一个这个收益的一个输出啊 大概一年的话 就是在一百万左右 特别的厉害啊 我们大家应该向他学习啊 如果说啊 我能像我段哥这个样子的话啊 那我真就是画画的baby 画画的baby 奔驰的小烟马和带刺的玫瑰 真的就爽死了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下一期你们想听 只要是全网的这些大V 任何一个啊 你们把它打在评论区 我就给你们讲一下 他大概他一年的年收入 大概是多少啊 会有差别 但是不会太大 好吧 我是小龙 记得给我点个关注 不迷路啊 拜拜